女人正盯着鱼缸里的鱼看 不料下一秒就被人从背后袭击 戴上透明头烫迷晕过去 等女人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密闭空间 墙上还有摄像头 女人尝试拍门呼救 但没有人理她 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女人的一举一动正在通过直播间 被很多人观看 刚开始涌进来的网友还以为她是演员 之后事情的发展远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 一场惊天命案即将发生 这些网友也会成为帮凶 这是一个人性实验 头上的喇叭开始发声 命令女人停止呼救 并告诉她这是一个十天十夜的游戏 目的是为了测试人类连续十天不睡觉 会怎么样 她还告诉女人 每天早上和晚上的八点 都会给她安排娱乐项目 一定不会让她觉得无聊 女人很崩溃 但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一切 晚上八点 喇叭里传来小孩子的声音 在喊女人妈妈 几声惹人恋爱的呼唤后 孩子情绪突变 一场激动的开始辱骂女人 怪她抛弃了自己 骂她是个冷血的杀人凶手 女人之前确实有过一个孩子 不过因为现实压力 最后堕掉了 所以女人听到这些话 情绪逐渐失控 同时这也表明了 绑架的人对她了如指掌 被直说痛点的女人感到羞愧难当 她拼命地捂住耳朵不想听 但孩子没有停止说话 继续提醒道 女人看到了出去的希望 连忙起身在密室里查看 但周围除了她没有任何人 房间里只剩一个白色铁桶 这时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刷屏 他们也很好奇 铁桶里面是什么 女人走进揭开铁桶的盖子 在看到里面东西的一瞬间 被吓到瞬间逃开 因为里面是一团恐怖的碎肉 画面过于恶心 女人快绷不住了 但为了能出去 她只好强忍住不适 在桶里翻找线索 一阵努力后 果然在里面找到一个娃娃 此时密室的大门被打开 女人以为自己能出去了 结果却看到一个黑衣人进来 之后将她绑在椅子上 女人的噩梦从此开始了 这个女人太惨了 被绑在椅子上 十天十夜不准睡觉 只要一有睡意 就会被电棍伺候 黑衣人把她的四肢都绑住 然后给她戴上了VR眼镜 里面循环播放着各种恐怖画面 还有不断传出的刺耳惨叫 女人被吓得大喊大叫 而她的反应被网络直播出去 观众都觉得很刺激很有趣 有的不明真相 还夸赞女人的眼睛乍脸 第一晚 女人就在这种持续高能的刺激中度过 之后又被带去冷库 广播响起 问她如果杀死你的父亲 能拯救六个无辜的生命 你答不答应 女人当然不肯回答 谁知黑衣人立马就用高压水枪攻击她 女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只能被迫答应 实验者这才勉强放过了她 第三天黑衣人带进来一位蒙面女子 女人不知道他们又想做什么 此时喇叭传来指令 说只要女人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活下去 然而当女人说出答案后 黑衣人立马举起枪将蒙面女抱了头 鲜血溅到女人脸上 她彻底愣住了 张大嘴响叫却已被震惊地发不出任何声音 女人这才意识到他们的目的 就是不能让她睡觉 为此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同时直播间里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气氛逐渐热烈起来 大家纷纷讨论这场面看起来不像眼的 即使有人试图阻止实验 但马上就被更多的声音给淹没 他们都想看更刺激的游戏项目 黑衣人清理完现场 再次给她戴上V2 血腥恐怖的画面继续刺激着她的神经 难熬的漫漫长夜又开始了 到了第四天 女人已经没有力气了 不仅浑身发软无法站立 脸色也是出奇的惨白 完全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样子 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让女人处于崩溃的边缘 她已在墙上困倦不已 这时黑衣人推进来一个小桌子 里面锁着食物 广播告诉女人 她必须在一分钟内打开锁 否则就吃不到食物 几天没吃没喝的女人立马行动起来 她很幸运 在试到第五把钥匙的时候锁开了 女人随即狼吞虎咽起来 这一顿可太难得了 广播还说钥匙也能打开密室的门 女人听了马上准备去使 但黑衣人动作更快 拽着她的头发拖回来 又要把她锁在椅子上 求生欲望达到顶峰的女人 对黑衣人展开反击 然后捡起钥匙直冲大门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黑衣人过来一垫棍就把她打倒在地 第五天 听到一阵刺耳的警报声 如果这还不能让她清醒 黑衣人就会直接电棍伺候 女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新一轮的折磨症等待着她 这个女人已经五天没有睡觉了 她目光呆滞脸色煞白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身体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 这时黑衣人又进来了 她将女人拖进木箱 又放了三只老鼠进去 随后把木箱锁死 广播告诉她 老鼠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现在看到任何东西 都会毫不犹豫地咬下去 女人要想活下去就得靠自己了 半小时后女人果然不负众望地活了下来 嘴角也沾满了鲜血 三只老鼠已经没了动静 黑衣人打开木箱 但女人的噩梦还没结束 第六天女人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密室里突然传来手机铃声 女人循着声音找过去 在玩具娃娃里翻到一个手机 立马拨通报警电话 然而女人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给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报警也没用 更不幸的是她话还没说完 手机就没电了 女人彻底绝望了 精神逐渐疯 进而产生了幻觉 她看到自己在汤锅里煮着 还有一个吃人手的屠夫 实验组绝的时候到了 便给女人做了一个脑部手术 终于到了第十天 女人重新被扛到椅子上 经历了轮番折磨的 她连坐都坐不稳了 当她抬头看见一个陌生男子时 突然发狂般地用锤子砸烂了男人的头 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然后就看到密室的大门敞开着 女人用尽全力往外走 居然没有人出来阻拦她 回到家的女人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成功脱险 第一件事就是喜去身上的污秽 这时门铃声响起 女人瞬间提高警惕 异常惊慌地前去查看 只见一个恐怖怪物闯进来 女人想都没想就将她乱刀杀害 此时直播间结束 因为实验成功了 之后女人被逮捕 因为她杀的不是怪物 而是自己的父亲 警察经过调查发现 女人的脑子被改造过 从此丧失了变别人脸的能力 受到刺激就会变得攻击性极强 最后女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原来实验者的最终目标就是刑刺高官 而之前的女人不过是他们的实验品而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最多能坚持几天不睡觉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